就是说你们两个干脆在一起算了啦 不过两个人也非常有默契,就是装不知道 但那一天恩先生好像心情有点烦躁,喝了一点酒 他试图要跟杨千赫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当女生告诉你说他不要的时候 没错,他真的就是不要 杨千赫就是不想要跟恩先生有太多拥抱之类的接触 两个人就是维持在一个小尴尬的状态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作家热夜时间 我是历史小桌作家便当 今天要延续上一集的杨千赫奶奶的主题 杨千赫跟恩先生的爱情故事的下集篇 还没看到上集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一下上一集的内容哦 上次我们就讲到杨千赫跟恩先生之间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尴尬事件 谁都没有要跟谁告白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明明就喜欢我吧 虽然发生了这个小小的尴尬事件 不过两个人后来就是装傻装不知道 所以继续的就是正常的聊天正常的往来 不过就在某一天 恩先生突然告诉杨千赫说 我要去马尼拉出差了 杨千赫感到非常的意外 但他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恩先生特地拖了杨千赫 帮我把这个羊羹寄给我日本的家人 那杨千赫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他就是乖乖的把这个羊羹呢 送到了恩先生指定的一个住址 然后就送到日本那边去 而这段日子呢 两个人就断绝了往来 没有任何的消息 后来杨千赫依稀知道说 恩先生其实回来台湾了 但是恩先生都没有主动去联络杨千赫 杨千赫其实觉得有点奇怪 但也试着让自己不要去想太多 直到有一天呢 恩先生突然对杨千赫说 我被调去了高雄 杨千赫其实非常的意外 因为整个事情的发展都觉得很诡异 之前明昂那么热络呢 为什么突然被调去马尼拉回来又不告诉我 然后结果现在又要被调去高雄 到底在演哪一出啊 不过这都是报社安排 又能说什么呢 所以杨千赫就是好啊 祝福对方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子吧 其实通常剧情演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谁要告白了吧 不然那还能怎么办 后来同事就约杨千赫说 诶我们一起去恩先生家也帮他整理东西吧 杨千赫也没想太多 就哦好啊去吧 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偶像剧的情节 就在他帮他整理那些书本的东西的时候呢 突然掉出了一封信 还有一张照片 好死不死就是杨千赫撿到这些东西 是一个女人写给恩先生的一个信 而且内容写得非常的亲密 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紧密 没错那个女人就是恩先生之前提到的 那一位跟他订婚的女人 原来在这段恩先生没有联络杨千赫的时间呢 恩先生跟这个女人准备要回日本结婚去了 原来在这段恩先生没有跟杨千赫联络的时间呢 他都在处理跟这个女人的婚约的事情 那个女人的信呢还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送来的羊羹非常的好吃谢谢 也就是说杨千赫送的那个羊羹 其实后来辗转跑到了那个女人的手中 知道这件事情杨千赫立马夺门而出 真的这没有夸张他真的是夺门而出 不过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每个女生的反应应该都会是这个样子 你说这是不是遇到渣男 这绝对是遇到渣男吧 到了最后杨千赫跟这位恩先生的恋情呢 其实有了非常哀伤的结局 恩先生后来还特地到杨千赫的家里跟他道歉 这两个人也只好就是这样子当朋友就分手 也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 最后呢杨千赫得知恩先生的消息 是听说他去占地了当记者 不过到底是生是死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写回忆录的杨千赫奶奶呢 她就在最后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 给了我这样隐瞒美梦的人生之一夜的她 我深深怀念 也涌出对她无尽的感激之情 虽然是一段蛮青涩的爱情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遇到渣男了啊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 不过从杨千赫里面的描述 感觉得出来恩先生真的是一个蛮有才情的人啊 就在恩先生离开台北报社之后呢 杨千赫也觉得其实在这间报社 没有什么待下去的理由 再加上那时候是皇民化时期 所以写的东西越来越不自由 越来越受限 于是杨千赫也决定 好吧那我就辞职吧 其实她工作真的不是为了钱啊 她工作真的是为了要有一段人生历练而已 老娘真的缺的不是钱 就在这个时候呢 二号男主角就要出现了 其实刚刚在讲啊 杨千赫跟恩先生这一段来往的过程呢 其实这个二号男主角也都有参与其中哦 就是跟杨千赫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书信往来啦 就那个年代其实没什么男女交往的概念 就是以恩先生跟杨千赫这一个相处模式 已经算是非常前卫先进了 通常大家说你顶多就是 哦认识哦看几场电影啦 哦可以谈结婚了 那个年代的进度其实蛮快的 这位二号男主角的名字其实叫林家雄 就是上一集有提到说 是杨千赫公学校时期的一位同学的堂哥 关系有点远 而某一天呢 那杨千赫的同学突然跑来跟杨千赫求救说 怎么办怎么办 我堂哥要自暴自弃 他说他要去当台籍日本兵 然后杨千赫就想说 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自杀自毁的行为呢 然后就跑过去 要赶快去劝这位林家雄先生说 拜托你 清醒一点 不要去做傻事啦 杨千赫就立刻跑回去要避免林家雄做傻事 然后冲过去之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了 到说要给林家雄勇气的方式是说 只要你不去做台籍日本兵 我就会嫁给你 没错 就是这么偶像剧的发展啊 我觉得这一招二号男主角 简直比一号男主角还要厉害啊 二号男主角还告诉杨千赫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他说 我跟你念同一间公学校 我其实在你小的时候就看过你了 你小的时候呢 都是坐哥哥的脚踏车 很开心的来上学 然后有一次呢 有一只鞋子遗失了 后来那只鞋子被我给找到了 是我刚好捡到了你的鞋子 就是两个人的命运 原来从以前就已经说好了 从你小学的时候 我就注定要跟你相遇了啦 你说这招会不会中 请留言告诉我 总之呢 杨千赫就决定了 我就是要嫁给这一位林家雄 不过嫁进去之后才知道 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呢 林家雄的母亲其实是她的继母 然后跟林家雄的关系非常不好 就是她会对林家雄非常的恶劣 那另外林家雄还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而这个妹妹呢 对林家雄的态度非常的 就是感觉你们不只是兄妹吧 在这样子的婆媳妹关系下呢 杨千赫要努力的生存啦 杨千赫刚嫁进去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努力工作啊 非常的就是刻苦耐劳 做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到某一次呢 就是一样婆媳妹之间的问题爆发了 杨千赫不小心被侮赖 刚好林家雄又是一个 呃没办法帮老婆辩护的那种类型的老公 所以杨千赫就赶快回来的娘家 这算是这个夫妻两之间 一开始小小新婚的不愉快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杨千赫其实正挺着大肚子怀孕 杨千赫的父亲就决定在这时候 要跳出来帮这一对新婚夫妻插手管一下这件事情 但是劝林家雄说 不如就搬出去吧 搬出去给彼此一些空间 应该关系会好一点 后来新婚夫妻终于能搬出去住 一切的事情才终于得到改善 这段时间其实是战况越来越紧凑的时期 所以时常发生很多空袭 不过现在夫妻两就是安然度过了战争时期 而日子很快就来到战争后的时期 那个时候台湾正需要一些接收委员会的人 需要有一些懂日语的人去做接收委员会的工作 林家雄就决定去做做看这个接收委员会的工作 不过就是得调去台东那个地方 所以后来呢 他们全家就决定搬去台东那个地方 开始有了新生活 后来在1947年的时候呢 他们也听说了台北发生的气焉事件 也就是228事件 而曾在台东的他们也有感受到诡诀的气氛 那个时候政府的人有在询问 有没有人愿意加入228处理委员会的工作 如果对这段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就会知道 加入处理委员会的人呢 通常都是凶多吉少 一开始处理委员会的功用 却只是要讨论说228事件这件事 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不过后来也知道说 处理委员会的这些人呢 要么就是失踪 要么就是被枪杀 不过在当下的杨千赫 当然还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他只是隐约觉得 为什么政府委员要半夜来找上门呢 这件事情很奇怪 所以他阻止林家雄要去担任处理委员会的人 后来事实也证明他怀疑是对的 捡回一条命的杨千赫丈夫呢 后来当上了是台东的粮食事务所的所长 而他丈夫底下的这群职员呢 都一直在劝杨千赫说 诶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去选议员诶 1950年的时候正好在办民选议员的选举 刚好有一名的女性的名额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劝杨千赫说 你去当啦你去当啦 我觉得结婚后杨千赫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清闲 他根本跟一般人家庭主婦不一样 所以后来杨千赫他确实就去选了议员 后来也当上了 不过就在1953年的时候 杨千赫的丈夫再次卷入了一个风波 杨千赫的丈夫不小心卷入了一个斯麦米的政治被黑锅案件 所以他莫名其妙被背了一个罪名 然后要入狱去 那时候杨千赫他还回忆说 他挺着大肚子骑脚踏车去警察局说 放人出来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杨千赫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生 即使遇到了可能比较柔弱的男性呢 他还是有办法就是自己站出来 我觉得超强的 其实这些种种的像228事件啊 还有他丈夫不小心背了黑锅这些事件 都让他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其实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这时候呢 他应该是萌生了一些要离开台湾的念头 后来他的孩子呢 就是陆陆续续都到美国去念书去了 所以后来他也是跟着一起移居到了美国 然后晚年几乎也都是在美国那边生活的 而我上下集说的这些故事呢 其实都是写在他的一本自传里面 叫做人生的三菱井 他是用日文写成的 然后一开始是打算只有在日本那边出版 是后来就是台湾的张良哲老师呢 他翻译过后 然后才回到台湾这边来再出版 而他身为一个文学少女的时期呢 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他在台湾日新报的那段时光里面 在那段时间他发表了非常多的文章 也跟了很多文坛的一些人事流来往 虽然人生三菱井是一个老奶奶的回忆路 但是在看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感觉得到说 即使在一个环境就是受到那么多阻撓的情况下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能敢爱敢恨 就是敢帮自己说话的一个人物 真真实实的曾经存在过 我觉得会给人蛮大的勇气的 那另外呢台湾有一位小说家叫杨霜子 那他有写一本历史小说叫做花开时节 其实这个书名你看就知道 他就是要致敬杨千赫的那一个小说花开时节 就请大家期待他之后的一些直播活动哦 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历史小的作家便当 我下次的作家有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